那我記得鴨子是呱呱叫對不對 那怎麼有 很像鵝的聲音 這邊有鵝嗎 沒有錯 你有發現嗎 在那裡 這為什麼會有鵝 鵝的話 我們養鵝的目的是 因為我們這邊是做有機田 有機田沒有用農藥 然後也沒有用任何化肥 所以我們田間會有很多很多的 不一樣的生態 包含一些蛇 蛇的話它會 它在小鴨小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會攻擊牠 對 有可能會攻擊 所以才會養一隻鵝 它保護牠們對不對 你知道牠們怎麼保護嗎 怎麼保護 鵝 牠會大便 牠會大便 你一定在想說 跟大便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蛇非常討厭 鵝大便的味道 真的 所以你養這一隻 牠等於就是在這邊 只要牠在 蛇就不會進來這邊壓牠 牠就是像守護者一樣 保護者那種感覺 老師 我們已經餵飽牠們了 我們下一步要幹嘛 要趕鴨子 好 要引領牠的路線 老師加油 老師是專業的 你拿一隻鵝 可以伸來湖面上 讓牠不要再跑回去 對 沒有錯 好 我們拔一隻 有了 給我們的田地 這些就夠 來 去吧 Go Go 辛苦地趕完鴨之後 接下來就是拔雜草了 但拔之前要先認清楚 何味雜草 何味稻草 拔錯了就BBQ了 老師 鴨子已經在田裡面了 我們可以真的一起跟牠上演 鴨煎斗對不對 對 那我要注意什麼呢 下去的時候要拔雜草 我剛剛有提到我們何鴨 牠是不吃河本蚵 對 所以牠是 牠不是所有雜草都能幫我們清除 有一部分人工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去清除這個 長得跟水稻非常像的拜草 像是什麼是拜草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有花花的 那個不是稻 你剛好遇到開花的時節 如果牠沒開花的時候 你看這個葉子 你根本分不出來 真的分不出來 這個拜草的話 你看這樣子 牠是這樣一整隻 對 然後你看牠這個節的部分 對 牠是單純的葉子 對 水稻的話 牠會多出一個 漸漸的三角形的那個東西 對 這個每一節都有 所以你等一下要拔的時候 拔之前 檢查一下 你的蟲子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有三角形的 不能拔 老師 那我現在要跟我的同事一起 好好來工作 牠已經在等我了 那我就先讓牠先下去了 小心 小心 來 去吧 拜拜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找那個 拜草 主要找拜草 考驗你 這個是到對不對 對 有了嗎 有 看到 這個是 對 沒有錯 你整張自己起來 好 整張 對 用力 加油 老師 牠有點難 有點難對不對 所以牠要找你來幫忙 一坨有沒有 牠根細 其實真的有點難 我費了好大勁 拿這個 這個的話我們會這樣 把它折一折 通常就會直接丟到岸邊去 好 古人說除河日當午 旱滴河下土 誰知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 我今年只是體驗一下 我就旱流夾背 更別說農夫們 是用多少辛苦汗水心情耕種 才讓我們有那麼一碗香噴噴的白飯 可以享用 我們真的要知福惜福 才會有Hockey啦